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年3月的時候 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 就住香港的人道救援工作者 在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期間 懷疑遭受到侵犯的情況 展開了調查 到昨天 這個調查報告終於公開了 而到今晚 特區政府也就著這個小組的報告 作出回應 我們首先看看 這個跨黨派英國小組的調查報告 究竟是寫什麼 裏面提及到 說在調查期間 小組成員接獲超過1,000份證據 並邀請了幾名主要證人出席聽證會 包括有醫護人員 記者 人道救援工作者 和香港的前警務人員等等 經過調查以後 小組認為 特區政府並沒有遵守國際法和中英聯合聲明所保證 對人道救援工作者和醫護人員的保護標準 等同容許他們遭受到打壓 報告提及到 說發現香港警隊的行為 無法達到國際人道法、國際人權法和中英聯合聲明三項法案所訂立的標準和要求 此外 報告也提到 說人權侵害對人道救援工作者帶來深遠的身心傷害 並且影響他們為受傷示威者提供醫療救援的能力 後來引述了大量證供 來證明這個說法 這份調查報告還提交了七項建議 我們一起看看 首先 要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或聯合國大會 建立深入的調查機制 以研究香港的狀況 如果無法實行的話 就會與國際律師協會合作建立一個全面的獨立調查 我相信 英國能夠在聯大或人權理事會那處 就香港問題展開調查的機會 就等於零 因為中國一定會提出反對 另外他們說到與國際律師協會合作 這反而有機會成事 因為國際律師協會不受大陸操縱 第二個建議是什麼 就是與香港政府部門和有關機構進行對話 以協助聯合國對這個問題展開調查 我相信 就算聯合國真的展開調查也好 特區政府採你也有味 怎會跟你對話 第三個建議就是 針對容許警暴的高級官員 包括但不限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警務處處長 緊急實施馬格尼茨基形式的制裁 馬格尼茨基其實只是說那兩尾 禁止入境和凍結資產 林鄭月娥之前已經說過 並不嚮往英國和美國的生活 而且在上述這兩個國家 都沒有擁有任何資產 其實就是暗示沒有她扶 而且她還說過一句說話 對於個人的制裁是一笑自知 痴之以鼻 公道自在人心 真是說得爽快 但是記者經常去問林鄭月娥就沒用 問來問去都是這些答案 下一次可以問問鄧炳強 因為這份跨黨派香港小組的報告 就說明了 說會制裁警務處處長 當然 這裡就沒有點名說說明是鄧炳強 有可能就包括前任的盧偉聰 不知道到底他確實的意思是怎樣 因為他只是寫警務處處長 不過第四個建議就是什麼 就是應該防止那些曾經擁護國安法 和助長警部的人士 受惠於BNO的5加1移民政策 我認為 與其等這些人制裁 不如那些擁護港區國安法的BNO護照 持有人 主動放棄這本護照 不僅在公眾場合 將本英國BNO護照剪了個角 而且應該上去英國內政部那處 下了一份表格 簽好名去放棄英國BNO國籍才對 與其你被制裁 不如先下手為強好過 無謂那麼吃虧 而且中國政府也說明 並不會容許雙重國籍存在 而且將會不承認BNO護照作為一本旅行證件 既然擁護港區國安法就是支持中國政府 支持中國政府 沒有理由在護照議題上 又不效法 又不響應中國政府的呼籲 所以 這群擁護港區國安法的BNO護照 持有人 先不理英國什麼制不制裁 這已經是另一回事 反而他們應該掌握機會表明心跡 告訴全世界 他們才是真正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是不會利用這本BNO護照的5加1計劃 走去移民英國 這樣就做到一個知行合一的行為 當然就會得到很多人士的景仰 真真正正硬框框的愛國分子 是愛中國不是愛英國 這些行為為何在藍絲陣營 應該是奇怪 沒有人提倡 這明明是一個很好的行為 不是只是剪國 老實說沒有說服力 剪國每個人都剪 身份證都可以剪 剪完去入境處補領 這是很難說服人 若然拿到英國內政部那張表格 填了他放棄國籍的話 這樣一定會有很多人拍攏手掌 這樣才是真愛國 而不是口頭愛國 假愛國 不過我發現 一提及護照議題 很多藍絲都不知走到哪裏 不知這本BNO護照為何對他們這麼有吸引力 好了 香港小組的報告還講了哪三個建議 我覺得全部都是不切實際的 分別是協助提升香港政府部門 及有關機構的能力 確保投訴機制的全面性 並且能夠單獨有效地展開工作 另外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 與香港政府部門及有關機構合作 加強香港人權保障 最後探討曾經受迫害的人道救援工作者 是否符合難民公約的庇護範圍 並且研究出最佳的協助方案 最後的建議反而是英國的主權範圍以內 頭兩項 香港特區政府根本不會理會你 我們看看特區政府今晚的回應 特區政府對於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的調查報告 是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的 他們跟著又說到 說特區政府對於報告內偏頗的評論 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 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 不代表英國國會 真奇怪 到底這個跨黨派香港小組代表誰 不代表英國國會代表美國國會 真不知甚麼邏輯 特區政府這篇回應還提到 說報告內容來自聲稱不具名或匿名人士提供的資料 對香港提出的所謂制裁的理由 是沒有實質證據的 我們都不去討論究竟有沒有實質證據 先當沒有 但是那些所謂制裁 就不是對香港提出的 而是說明是針對容許警暴的高級官員提出的 因為英國的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他的制裁對象 就不是制裁一個國家或地區 而是制裁個別人士或機構 這一篇這樣的稿件 完全沒有水平 反對制裁不要緊 我也反對制裁 我一向都說以和為貴最好 但是你反對制裁的時候 應該有些水平才是 你現在很水皮 哪是對香港提出的 沒有得對香港提出的 這些制裁是 他不是美國國會通過的香港自治法 或者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那個就是對香港提出的 喂 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哪是那回事 他怎樣禁止香港入境 他怎樣凍結香港的資產 喂 這些完全就是牛頭不搭馬嘴 所以這些回應真是很久留 另外 特區政府特別回應到 說在去年六月發生的多場非法公眾活動當中 警方遇到一些 並沒有任何專業訓練或資格的自稱急救員 亦有情報顯示 暴徒會穿著反光背心 冒充急救員 以逃避法律責任 警方必須謹慎核實這些自稱為急救員的資格 到底有那些所謂的暴徒 冒充急救員 有沒有證據 如果有的 你不妨夾附在這份的稿件當中 沒有的 你只在說 說有情報顯示 很多情報顯示 說完之後都沒有說證據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呢 你不只是要反駁 你為了反駁而反駁 你要取信於人的時候 你也要提出相關的證據 那我就很奇怪了 你說有暴徒假扮急救員 有沒有 有還是沒有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你要列舉事例出來 那有沒有穿著反光背心的急救員 去扔東西呢 你有沒有看到有 有還是沒有 有就沒有就沒有了 你不如拿些證據出來 不如有沒有都沒有所謂 拿證據出來 好過純粹空口說白話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